棒球場上 盜本蕾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有時候是執行雙盜蕾戰術 有時候則是跑者自己下判斷 今天的運動狂粉帶大家來欣賞 最酷最炫的盜本蕾神技 盜本蕾講究的是天時、地利加人和 以及對手的粗心大意 台灣之光陳維英、小禮巴爾地魔精英時期 也曾經是被盜本蕾的受災戶 修士頓太空人的Jonathan Villar 利用陳維英背對跑者以及捕手Matt Winters的視線 被高大的打者Justin Maxwell擋住的有力條件下 被成功的發動騎襲 一般來說 左頭被盜本蕾的機率真的比較高 尤其是一三壘都有人的時候 很容易鋪此失筆 前華盛頓國民的狀元狼Brice Harper Jargen Cole Hamels前置一壘跑者的時間差 帥氣的滑進本蕾 盜本蕾成功 相較於左頭 右頭被盜本蕾的狀況 大多出現在執行雙盜蕾或是有下達戰術掩護 這就橫吃跑蕾員的觀念 和彼此的默契 舉例來看 堪薩斯皇家的Alex Gordon 從一壘起跑後 克里夫蘭印第安人的捕手Yan Gomez 其實有猶豫喔 因為三壘上還有快腿El Sertis Escobar 先逼退三壘跑者後 再決定抓一壘往二壘衝的Gordon 結果在進行夾殺時Escobar決定來拼本蕾 印第安人在看到三壘跑者離開後 轉移防線到本蕾與三壘進了攻防 結果Escobar一個神撲倒 躲過Yan Gomez的Tag 成功盜回本蕾 這天外飛來一筆的瞬間臥倒 讓印第安人全隊殺野 另外比較多盜本蕾的情況 發生在一三壘友人時 一壘跑者離壘過遠被抓到 三壘跑者為了相救來當誘餌 最理想的情況是Ocef 這個play比較可惜的是 一壘的跑者Jarard Dyson沒能上二壘 而苦的是投手AJ Burnett 都抓到跑者了還丟分 另外有種盜本蕾叫做 《誰叫你眼中沒有我》 德州遊記兵的貓王Elvis Andrews 利用聖地亞哥教室隊投手Kevin Conquern Bush 手套遮住事件的投球 準備動作瞬間發動奇襲 等到投手經絕時傳給捕手又傳歪 成就了貓王的盜本蕾生技 MLB史上最經典的盜本蕾 克里芬然印第安人的傳奇名將Marcus Grissom 在1997年每年冠軍戰第三戰 延長在十二局下一出局三壘友人 名將Omar Vizkel想要突襲短打沒點到 這讓提升旗袍的Grissom沒得選 只能往前衝 關鍵時刻捕手居然發生補役 讓Grissom跑出了罕見的再見盜本蕾 印第安人2比1獲勝 最終闖進當年的世界大賽 而Grissom也獲選成為1997年每年冠軍戰的MVP 欣賞完這麼多道北年的神狐奇蹟後 大家還有對哪些偷偷溜回家的Play印象深刻呢 歡迎留言一起討論 請把您的寶貴意見在下方與運動狂粉分享 當然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內容 也請動動手指 按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您就不會錯過運動狂粉的新影片囉 下次我們在一起分享更有趣的棒球場上故事 我們下次見 掰掰